市長可以講一下,菇仁他現在就是要對電視台、主持人還有包括曾經 對他們要求要道歉,然後還要他們捐款給慈善團體,是不是溝通無上? 我昨天回家有問他,我問他說你要去告人家要不要事先通知我一下 不過這樣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,我在試著跟他溝通 只是說從去年世大運結束之後,我個人就一直有很多這種不實的新聞的攻擊 常常政論節目再拿假新聞再去討論,變成惡性巡軟 其實還是有效,因為每天的抹黑、抹蜂,還是看民調知道還是有效 還有那個是像競選經費的事,拿五百萬的收據放一放,最後才說道具 坦白講,我這一次為什麼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募款,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是耿耿於懷 佩琪是幫你,可是你為什麼會希望他不要提到你? 我跟妳講,有時候這種媒體也告不完,那如果要這樣講,我每一件都去告還告得完嗎 但是這樣,這個算他運氣不好,因為我個人的話我看一看就,嘴巴唸唸就算了 問題是我們家,那個錢都是陳佩琪在管的,所以你講到他,等於踩到地雷 老實講,我跟我太太兩個都台大畢業的醫生,我們台大學系畢業的當醫生當了三十年 所以老實講,就算家裡有一幾千萬,那也是很正常的事,這個也沒有什麼奇怪 所以有時候這個媒體就是亂打一通,兩個台大畢業的醫生,那三十年也沒什麼花費 那財產應該,上億都有可能 昨天吳英明也上節目,他抱怨說大家都對他好像有些誤會,然後也是要對大家提告,你會以一個同理性來看他嗎? 坦白講吳英明,個人的品德我是不會發疑啦,不過坦白講他真的是小改革啦 當時農委會用這個人,我就說,嘿,這個台北的政壇這麼複雜,他撐得住嘛 坦白講吳,我們台北這種政壇,我每次說這是殺戮戰場,來自小白兔當然被宰了 聽您說他被抹黑,你會覺得他應該要去查證嗎?而且甚至有人說他領250萬的月薪箱250 是這樣啦,我覺得,我倒覺得啦,如果被抹黑他就拿證據出來嘛,因為總是有數據嘛,拿出來講一講 我也特別交代說,我們還是有府派的監察人,我要求政風處跟那個,我們台北市政府駐那個北農的監察人,去把那個帳戶查一查嘛 看事情事實的真相是怎樣,就拿出來講 好 nell講解他 尤其眼神湯,我只想做,尤其看,我們可能可以最大的回合 尤其,尤其他人都找到一個錢 尤其他說,尤其他人都找到了 尤其他人,尤其他人,美國根本被別體偶像 尤其他人,尤其他人,尤其他人